留重镜 上海自由港的时空抛物线 1853年4月12日 上海地气保友人会议决定成立万国商团上海义勇队 这知名兵大部分来自不动产城租人和商行职员 他们选举为队长 同年9月7日 小刀会占领上海县衙 上海地气保友人会议宣布租界武装中立 很快就收获了中立政策的好处 俄罗斯作家刚查洛夫在巴拉达号邮寄当中 记载了自己当时的所见所闻 断言清军和太平军都仰仗租界的武器和物资贸易 大批难民涌入租界 极大的增加了租界的经济繁荣 再也改变了租界的人口结构 将巴尔福岭市所谓的英国排他性司法管辖 变成了黎巴嫩市的多元司法管辖 难民和民工的后裔最终实现了曼德拉市的宣宾夺主 将收容他们的原业主定义为少数统治者 就是从这次大迁移开始的 部分业主已经预见到未来的危险 但大多数业主贪图房租地价暴涨的厚力 阿里国不无嘲讽地描绘了他们的心态 只是对于将来发生恶果之推测 自有相当根据 将来或有一日 来此之西人懊悔此时租屋或分租与华人为不当 但无人一般地主或分租商人能顾及此业 于之直分在于最短期间致富 将土地租与华人或架成房屋租与华人 以取得百分之三十或四十之利益 倘此为于利用金钱最善之方法 于只好如此做去 上海没变成远东的普茨茅斯 特拉维夫或盐湖城 自然有其道理 开明人士或自由主义者非常不适合充当共和之父 至少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望财不望钉的价值选择 聪明人一般都是秩序消费者 只有甘心做傻瓜的人才能输出秩序 民族的种子通常是宗教狂热分子 或赔本种地的拓荒者 这些人都属于望钉不望财的族类 根据攀光弹的理论 钉财两望根本不可能 冥冥之中 上帝自有其公正 普茨茅斯和盐湖城过于偏僻 一开始就不是能搞物业升职的地方 克拉维夫其实是有条件做贝鲁特的 但西安主义工人党提出 只有劳动者都是犹太人 犹太国才能站稳脚跟 如果他们贪图当时仍然廉价而驯服的阿拉伯农民工 后来又会发生什么呢 上海地契保友人的法人团体道路码头委员会 以提升物业的价值为宗旨 其预算不足以支付共同防卫的开支 1854年7月11日 保友人会议决定成立公布局 7月17日 公布局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房屋委员会 1862年 房屋委员会提议华阳各界合并为自由市 自由市的议会由华阳全体业主和纳税人组成的大选举团选出 产生有能力保护地方安全的强大政府 自由市计划没有任何新奇之处 英国人在北美和印度的法人团体都是这样演变的 或者不如说 五港联盟 汉萨同盟和中世纪的法人团体都是这样产生的 东印度公司的民兵打败比哈尔总督以后 就像莫沃尔皇帝一样接受印度各军侯的保护费 弗吉尼亚的民兵在华盛顿上校领导下打败印第安人以后 就在华盛顿将军的领导下赶走了大英皇军 大清皇帝的抵抗能力并不比莫沃尔皇帝强多少 东亚合众国的弗吉尼亚奠基石之所以未能产生 主要是因为封建主义的自组织发源地已经开始衰弱 一百年以前民族国家还是闻所未闻的事物 英格兰国王无权干涉马萨诸塞公司 哈德逊湾公司和东印度公司的特许权 正如他无权干涉伦敦市的特许权 领事只是商团选举产生的代理人 公司和自治是政治对业主负责 民族国家产生以后一切都变了 国家的管理不再通过中间自治团体 而是直接集于个人 近代个人权利的伸张 至少部分源于国家保护能力的强化 和法团约束能力的弱化 亚国家的自治团体 一向都是自组织生成的主要描捕 欧洲征服世界 正是其自组织资源丰厚的反应 毛毛虫多 蝴蝶才多 子宫好 婴儿才好 民族国家兴起 有利于官僚组织替代自治法团的保护功能 从此以后 自治法团的活动范围缩减到经济领域 于是 自治法团最常见的依法就由市政变成了公司 官僚组织扩张和自治法团退缩的中间过渡状态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经济 保持现状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 不禁则退才是演化体系最常见的现象 官僚组织的进一步扩张和自治法团的进一步退缩 就造成了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或中央计划经济 列宁和莫索里尼为什么对组织国家的胜利信心满满 韦伯和斯宾格勒为什么对文明的前提忧心忡忡 如果忽略了长期历史演化的背景 都是无法理解的 林则徐的时代和李鸿章的时代虽然相去并不甚远 但交涉的对象已经不再是同一个欧洲 西方冲击模式习惯于假定大清和欧洲 都是一成不变的实体 漏掉了至关紧要的历史脉络 英国公使布莱斯坚决反对 强迫护上华人纳税供给地方开支 除非亲国政府支持 库林的上海史评论说 公使大人的口吻简直像学校老师教育愚笨的孩子 显然 19世纪的英国人显然还不习惯官僚作风 等到工党执政以后 他们才会懂得为自己优秀的排队能力而自豪 亨利二世 理查德一世和约翰王不断颁发的特许状 构成了大宪章和模范国会的基础 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的时代 这样的特许状仍然不难取得 1832年改革法案和1835年上海自治社团法案通过以后 特许状渐渐退出历史 原先的自治实体变得更加规范和稳固 新生的自治实体变得更加稀少和脆弱 欧洲文明开始步入理性和成熟的时代 开始厌恶毛毛虫的丑陋和婴儿的喧闹 越来越喜欢一尘不染的标本册和鸦雀无声的图书馆 摘果人越来越多 种树人越来越少 只有美洲的荒野 还保存了欧洲青年时代的生态 对艳想的宾客而言 最辉煌的时刻就要来临 对挣扎的幼崖而言 最美好的光阴早已过去 对漂流的种子而言 最适当的季节还在未来 19世纪中叶对宫布局而言 已经太迟了 对魔门教徒而言 还来得及 文讯长叹 上海何其不幸 1863年3月31日 上海地契保友人会议 向宫史提出抗议 依照条约之严格文字查之 或约不谬 然无人就识论时 谨守条约之精神 则另有说也 经国当局干涉租借之举 不可不有所限制 关系本部未来之安全与幸福者 是非等闲 1864年 北京公使团会议否决了自由式计划 这次表态不是孤立或偶然的事件 而是远东条约体系日益稳固的一系列迹象的一部分 条约体系的主要目标就是保全摇摇欲坠的大清 向低列强交涉的复杂性 中世纪的各军侯 各邦国 各法团交涉网络比近代外交复杂得多 民族国家发挥了化繁就简的作用 当然从自组织的角度看 这样的趋势纯属退化 1866年修正案将选举人资格从业主扩大到租金缴纳者 但难民 也就是大多数华人或今天所谓老上海人的祖先 仍然没有包括在内 1871年4月到1872年3月 华人所纳土地税白银18两不及总额白银12962两的五百分之一 难民从理论上讲仍然是大清臣民 正如贝鲁特的巴勒斯坦难民后裔在法律上仍然住在西加利利 业主权利和纳税资格构成英格兰限制的根基 这方面的扭曲严重妨碍了租借代义制的发展 19世纪六七十年代 公布局通过货物税 码头税和执照费规避了外交难题 间接税和土地税的宪法意义不同 隐含了难民业主 顺民主权者的政治对抗和阶级对抗结构 执照费以劳动权管制为基础 刺激了劳工保护者分立集团的成长 后来的邦会黑社会革命恐怖主义团体 都是在这样的环境内产生的 路径依赖在起点还容易扭转 时间越长就越难以改变 管理的先进弥补不了限制根基的脆弱性 甚至给后者增加了更多的压力 公布局最初由七名董事组成 只有秘书机构 秘书产生总办 总办产生总办处 1865年以后董事增加为九人 委员会大体是因事而设 临时决定 最初除房屋委员会以外 尚有公务委员会 财政委员会 警备委员会 教育委员会 电器委员会 乐队委员会等机构见次设置 数十年的积累增加了委员会制度的复杂性 到1939年 这些机构已经行使了现代福利国家的许多职能 纳税人会议表示满意 因为1938年的财政形势居然不如预计的恶劣 然而这一切只是回光返照 纳税人自主征税的日子已经屈指可述 汪兆明政府的上海特别市政府中将实现 华阳两界合并的梦想 然而方式与19世纪人的设想恰好相反 戴意志在远东历时最久的实验 随着殖民主义的余波消失得无影无踪 全文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